都说散打来源于传统武术 但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呢 因为大家一说传武 想的就是行义太极用针之类 所以会觉得差别比较大 其实对标的应该是武术中的长拳 比如茶拳 通背拳 包括我们上学时候学的武步拳之类的 像武术里的马步冲拳 公步冲拳 对应的就是前手和后手之拳 武术里的拳锤就变成了我们说的百拳 过去的冲天炮变成了现在的勾拳 转身边拳更是几乎在所有的门派里都有 什么正灯侧踹之类的腿法 基本也是各门派的标配 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很多人认为武术里没有边腿 其实也有 全腿这种是有的 大家都说这是梁云腿 踢当的 或者是来踢这个 高点就踢到膝 再高点踢到下 可是如果你坐成这个 我这腿你跳 我就不肯再踢上来了 是不是 那肯定你跳 是不是梁云腿就上来了 比如说把高点都你跳 就上来了 但武术很少像三打一样直接踢腿 一般都是藏在手法下 让对手察觉不到 所以也叫按腿或者无影腿 而且传舞的边腿更重视 快速打击薄弱要害 没有三打这么强调出腿的力度 而被删减掉的 就是不适合擂台规则 或擂台中不太实用的部分 比如去掉了文化传承 江湖手段之类的内容 以及像劈拳杂拳 各种章法 走法等技术 从风格上讲 三打发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不管进攻还是防守一拳一脚都很直接 传舞则是把整条手臂当做武器 出手比较隐蔽 让人猜不透到底想怎么打 而且武术很少像三打这样专门的防守动作 通常是用接手的方式 连肖带打阻挡对方进攻 杭州上海有线下教学 有异者私信 来不了的还有网络课程 请在关注后评论 学33 我就把课程私信给你 这与武术强调结构力有关 这样发力后不用收回 可以在接手后直接继续发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武术的动作 就好像双手不停在画各种各样的圈圈 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 是面对的场景不同 传舞最初是用于接头防身 没有公平可言 对方有多少人用什么武器想怎么打都是不确定的 比如碰到一个大块头拿着武器威胁我 这时候肯定不能再用手臂去格挡吧 也不可能冲上去应平换拳吧 所以我最好先示弱稳定对方情绪 然后抓住机会控制他的手臂 用最快的速度攻击他要害部位 不一定非要用重击 最后别忘了赶紧跑 以防他还有同伙 而擂台是两个差不多体格的人 用差不多的技术 在有保护的情况下 尽可能公平的比试高低 因此再去掉了不公平的打法 保留并改进了 适应擂台规则的技术之后 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专业性的体育运动 也就是散打 但随着近年来 散打走向国际化商业化后 技术和训练也逐步向自由搏击等西方格斗看齐 所以现在的散打 确实很难是做擂台化的船武了 但以长拳去看待散打 依然是消除彼此隔阂 理解权力的好思路 散打走向国际化